方鲍和张婷玉听了雍正的话 也都无话可答 雍正的心思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却解释不得 既不能说康熙晚年政务荒书 又要矫正这些石壁 既要整翅立志 刷新政治 还得说是成先启后 不离祖宗成法 普天之下无官不贪 雍正错置处处都是针对这一条的 却还要靠这些官来推行他的心政 他的这个皇帝不好做 也难为杀宰相 一时间养金殿沉寂下来 只听外头翻江倒海着的雷声和雨声 突然一阵碎兵破裂式的巨雷震下 漠染式的浓云中一个火球 几炮几跳砸落下来 不知落到哪个宫里 震的大地都汗了一下 几个人心里都是一记 便听远处一阵吆喝 一个太监连滚带爬跑进来 脸色吓得死人一样 跪在店口哆嗦着 万岁 万岁爷 雷 雷 瞧你这副德行 天塌下来了吗 太和天 雷击了 走了水 坐着的方包和张婷玉惊了 一起站起身来 跟着雍正击步走出养金殿 张着眼 向东南望时 却并不见火光 阴霾低沉的云层 压得滴滴的 起落飘游 弄不清是烟还是云 隐隐传来 时段时序的吆喝着 也听不清叫的是什么 一时便见高乌庸 浑身淋的 跟水机似的 跑过来报说 火 没烧起来 就叫大雨浇溪了 主子 您放心 雍正的声音 在雨声中 显得异常镇定 你去武门 传职给史一只 京师久汉不语 是朕良德所知 若果是天降灾殃 自当由朕认究 使一只 妄以天辩之责 加罪于终止有功之成功 学术不纯 必设闺妞 本当言义 念其出智尚无恶逆之心 若格止 永不亦序 免交不义 你去 就这么传旨 张廷玉原本 为救史一只过来的 听见这道御旨 不禁松了一口气 但雍正这赵旨 其实带着最己赵的意思 又不好顺着说 默某了一会儿 陪孝说 皇上 责己 似乎严了些 说是天汉 并不成灾 若论责任 宰相 谢礼阴阳 调和朝野 责任在我 你的心 朕知道 不必说了 雍正慢慢转回身 他们还在上书房等着 你还办事去吧 张廷玉芒答应着 带到退下时 雍正又叫住了 杨明石礼服 都是正人 意见不同 尽情叫他们讲 你要有定见 劝说他们 与朕一德一心 告诉他们 朕是人君 不是暴君 慢慢往后 他们就越看越明白了 他们的办法 要能办好 一省一地的励志 也不妨允他们自为 只不要学史一只 史一只 太不懂事了 目送张廷玉 退出养金店 雍正的神色 似乎有点疲倦 举举回到冬暖阁坐去 望着玻璃窗外的 丛丛大雨 指示出神 方包跟着进来 站在旁边 沉默了许久才说 这雨下得好啊 雍正点了点头 是啊 严庚瑶 好不时祈祷 朕一直等他为史一只 说几句话 他未必要天来说话的 他目中同人抖的一亮 又暗淡下来 方包指着北壁上一幅字画 皇上 您看 这是先帝给你提的词 借急用忍 依臣来看 时时够皇上受用终生 雍正看了一眼那张字 又把目光盯向方包 却没有言声 方包一笑 李卫 田文静 李福 杨明石 他们各自为政 眼下只能这样 急也没用 八爷和年羹瑶 两块石头当道 您想推行心政 只能忍着点 一块一块地搬开 好比取水 就流畅了 雍正双手 揉斧着膝盖 恶狠狠地凝视着那张字 许久才说 朕倒想敦目游子 兄弟和谐的 似乎是一厢情愿 登集以来 老八的人生了多少 他仍旧是坐岗 朕看龙科都 也靠向了廉亲王 就是因为朕 始终只是苦口婆心地说 没有心狠手辣地坐 倒叫他们 瞧着朕 外墙中竿似的 年羹瑶离京一走 朕立刻就要赶陨寺 出上朱房 看是谁敢做 杖马之名 方包 翘着磁虚 冷冰冰地说 年羹瑶敢 他的口气如此阴寒 在隆隆响阵的滚雷声的夹缝里 清晰地传过来 雍正竟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气 他的脸立刻苍白了 不知过了多久 雍正才说 还不至于吧 年羹瑶在番底 就是朕的门人 朕知道的 外迁而内交 怒空无误 胆大妄为 都是有的 说到谋逆造反 他未必有这个心 也没有这个力 这一次进京 又加了这许多的恩宠 方包一笑 恕臣直言 皇上见的那个年羹瑶是表 据臣看 年羹瑶秉性只有两个字 狐疑 狐狸过冰河 走几步 听一听冰灵的动静 一旦觉得不会炸开冰河 他几步 就能跳过对岸了 雍正的脸子 越加苍白了 他抖得想起当年 康熙两次废太子 年羹瑶都曾进京 刺探阿哥夺迪内情 靠拢陨斯 只是巫私道 防守严密 警告年羹瑶不可玩火 才勉强拢住他 没有公然倒戈备主 想着 雍正经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半赏 冷笑着说 要真的这样 不晓得天如何料理他了 有那么便当的事吗 月中旗就在青海 听他的 还有梁呢 想呢 如今天下大定 总该师出有名的吧 年羹瑶真正失算之处 不该与月中旗争弓 二人缘是莫逆之交 他自己闹出生分来 您这边一动八爷 他立刻就师出有名了 八爷下头的人现在各省都是有职有权的都府提振 您刷新立志 先就刷了这些人 心里怎么能不恨您呢 年羹瑶这只狐狸真的过了河 良想都不在话下 陈再说一遍 年羹瑶的后顾之忧只有一个月中旗 年是一打 龙科多也是一打 八爷自不必说 龙科多这次不敢真的动手 并不是畏惧马骑 甚或也并不畏怕碧莉塔 其实他们都还瞧不清年的步子 一来是万岁爷 您天生威严 又有个十三爷忠心辅佐 二来也食亏了这次劳军的声势 才没有酿成大乱 万岁 这么多的城湖社属高居庙堂之上 您尽着防护自己昼夜警惕 是问怎么能推行贪丁入母 官身一体纳粮这些制度的 一到明上 照着殿里殿外通明雪亮 接着便是一声劈柴一样干涩的烈响 拖着长长的尾音 那雷声越去越远 雍正的脸在灰暗的暖阁里 又背对着窗 看不出是什么脸色 一字一句 顿着说道 天老先生 为朕多筹划筹划 你就和遗亲王住在遗处 也好随时顾问照料 西边送来的密折 先教你看 哪怕是半夜 随时可以见阵 那雨 萌萌的直泄了一夜 平民时分 才转成萌萌细雨 散雾一样 笼罩着满街潦水的北京城 这场雨来得快 去得机 至第二日拂晓时分 云散雨收 又赴晴朗的月朗星灿 原打算再经 再盘缓几日的年羹鸟 只好进宫辞行 雍正召见 口气急温存亲密 就养心殿赐玉宴 君臣席间谈笑风声 说得十分投机 雍正 倒也没别的要紧话 只反复叮咛年耕摇 要劫 不可只顾感恩图报 拼命做事 糟蹋了身子骨 真一下指了 月东美部 仍旧退守四川 你指 乐不好你的兵 少惹是非就好 良想的是 刘某邻居 协同各省办理 还是你来节制 你妹子已经进封贵妃 还有你父亲 鸽子 都有朕照应 你在军中如常办事 把兵练好 别的事 竟可一概不管 如今青海西藏 都已稳住 将来国力 再充盈些 朕还打算 由你将兵 西进 朕灭 阿拉布坦 叛军 朕 既你厚望 朕 自要做民主 切盼你做 贤臣良将 单为你造一座 灵烟阁 也不是不可指望的事 一头说 一头阴阴劝酒 一碗碗米汤 只情惯起 年庚瑶原打算 问问如何处置 使一职的 倒被这些柔情密意的话 堵了回去 直索雍正 说一句 答应一声 直到四十出牌 礼部的人进来报说 五门外 百官已经候着 请年大将军 受交刑礼 年庚瑶起身 向雍正义攻 皇上的圣谕 奴才牢记在心 奴才唯有粉身碎骨 勤劳王室 才能报得主子 知欲知恩 雍正也站起身来 环顾殿内 似乎想赏点什么东西 总觉无物可赐 思量一下 取过一柄 楼筋 船珠如鱼 仿佛不胜浩碳 一切不用表白 都在心田之中 你这一番出去 又要吃苦 朕不知怎样赏赐你 才能加怀 带走他吧 永餐时看着他 练兵时想着他 行军时带着他 就如朕在你身边一样 雍正说着眼圈一红 竟涌出了泪花 年耕尔 年耕尔感动得五内俱飞 扎得答应了一声 翻身败倒在地 耿也说 柱子保重 奴才 去了 雍正双手扶起 年耕尔 哎呀 又不是生离死别 又何必感伤呢 朕今儿个 也是他 这么多年 头一回控制不住自己 起来 朕还送你五门 咱们一道出去 于是二人并肩 出了养心殿垂花门 却不成成鱼 只散步难行 绕三大殿 从右翼门进内 穿行太河门 过金水桥 直驱五门 眼见五门外 惊奇弊日 假兵森利 雍正指住了脚步 迎望着外头 似乎若有所思 白手命张五哥一杆子侍卫回避 严庚瑶一直随势在侧 一步一驱 见雍正似乎还有话 盲躬身问道 皇上似乎有心事 唉 有啊 朕一直迟疑着 不知讲的是时候不是 年庚瑶疑惑地盯着了雍正 不知该如何回花 半赏才说 请皇上明示 雍正顿了一下 朕还是打算叫允堂回你军中 年庚瑶一听便笑了 皇上 九爷无论在京还是在军 有什么妨碍呢 他做不了好 而且巨奴才看 九爷似乎还安分 朕最怕你这样想啊 朕何尝不想兄弟蹲墓啊 奈何 树欲敬 而风不止啊 这话在店里说 耳目太杂 也不是一句两句就说得清的 如今临别 朕只想问你一声 八爷如果反朝 你怎么办 万不至有这样的事 如果真的出这种事 奴才十万精锐 杀回北京秦党 只能说 但愿不至有这样的事吧 但当年夺敌 他们何其拼命啊 图的是什么呢 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 他们是小人之游 断不可指望他们生改悔之心 如今分散措置他们 就为防他们谋为不轨呀 你们在外头 把差事办得越漂亮 朕这个皇帝才做得越稳 越有味儿 不然 出什么事 都难以腻料的 朕所以 不中处史一直 也为这个 史一直说 有坚硬 居定贤之策 并不是欺君啊 年更摇汤的 脸胀的通红 跨前一步 压着嗓子激动的声音发颤 请皇上发指 半个时辰 奴才就端掉这个八爷党 两公啊 你不懂政治 你即便不在京 朕发狠要拿他们 也只一纸诏书的事 别忘了 他们都是朕的轻骨肉兄弟 就是罪行昭彰 朕也于心不忍 朕连自己的兄弟 都教化不了 何以化天下人啊 他们如今 并不敢妄动 只是等着朕 弄坏了朝局 再召集八旗旗主 按祖宗惩罚 行费力的事 朕素叶勤政 把江山制的铁筒似的 也就堵了他们的口石 忘心退了仍旧是朕的好兄弟呀 雍正一脸的郑重其事 一会儿说得年庚瑶浑身热血沸腾 一会儿把心悬得老高 又像是要整治允四一干人 又似乎切身的体念着骨肉的情分 年庚瑶也不及细想 只是觉得这些话 如果不是拿自己当心腹 皇上断然也说不出口 一边口里诺诺连声的答应 一边又说 奴才在外带兵 小人们断然做不了号 万岁说到兄弟情分 奴才不敢插眼 但求皇上擅自保重 一旦有使的奴才处 八百里加紧 三天可到奴才那里 但兮可以响应的 这就好 朕不过律之在前而已 白嘱咐你一句 你好心里有数 其实北京城里翻不了天 当初内有八王 外有十四王 朕还不怕呢 走吧 朕送你出去 这里说话久了不好 说吧 雍正便徐徐而行 年庚瑶一脸装镜之容跟在后头 武凤楼下的炮手 见御驾启动 便点着炮鸟 随着闷雷家三声炮响 畅音阁供奉的鸡鼓撞青 顿时黄中大吕之声 汗雷锅耳 高乌庸几十个太监 打着黄伞与膳 簇拥着皇帝和大将军出了五门正门 自年庚瑶回京第五天 吴思道便赶回了开封 田文静此刻已经知道了这个瘸师爷的来头 金字心里满不自在 却不得不理静有加 每日不问上衙与否 一大早先打发人 恭送五十两台州足文 供这神仙花修 吴思道有时候到衙门打卯 有时候索性不来 收了银子便在省城名胜逛游 今儿个向国寺上乡 明儿个由龙亭泛州攀阳湖 甚或登铁塔眺望黄河 吟师弄琴越发的逍遥 吴凤阁张运成 姚杰三个师爷 看在眼里恨的心头 几次旁敲侧击 发乌思道的丝印 田文静都在亡顾左右而言他 只说他有残疾 该当的不照应些 你们挣的钱少吗 这事儿不值得欧妻 三个师爷 气得蹊跷声言 索性也不道雅 办事了